寒流来袭天空下着滂沱的大雨 玉璃镇的李姓男子和友人饮酒 深夜徒步返家的时候 因为不胜酒力 走着走着就倒卧在巷弄里 信逢民众发现报警处理 云警立即协助 将失温酒醉的这名男子送回家休息 寒流来袭天空下着磅礴大雨 玉璃镇李姓男子跟友人饮酒 深夜徒步回家的时候 因为不胜酒力 走着走着就倒在巷弄里 还好有民众发现报警赶紧处理 云警到场协助将失温的酒醉男子送回家休息 发现该男子醉倒在暗巷内 身上散发浓厚酒味 因当时阵子寒流来袭 天空下着磅礴大雨 唯恐该男子失温围急生命安全 本所严谨立即将该男子 搀扶上车平安赴送返家 本局长也提醒民众应该在晚间的时候多穿亮色衣服以提高辨识度 也呼吁饮酒要适量 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或是试挺 本局长温馨的提醒民众 夜间的时候多穿亮色衣服以提高辨识度 也呼吁饮酒要适量 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或者是骑乘电动车 酒后也要请代驾或者是搭乘计程车回家 千万不要以身事罚自行驾车回家 除了会危及自己生命之外 也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